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啰各位 我現在人在機場去明古屋 我這次搭的是馬印航空喔 哇 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少介紹馬印航空的影片 對 它就是馬印航空 它又稱為巴比航空 或是巴哲航空 它是馬來西亞的航空公司 那這班班機是從馬來西亞的基隆坡飛到台北 再從台北飛到明古屋 那機票的部分 我是在意遊網上面買的機家酒 五天四夜 機家酒一萬五左右 那現在我要去報到Check in 我要帶的就是這班 OD886 巴哲馬印的巴哲航空 我剛才搭完切印手續了喔 我覺得人沒有很多耶 地群說今天好像大概一百多位 帶大家看這是機場兩百九的牛肉麵套 有個冬瓜茶 小丹雞啦 坐位是要三排桌 那機場是沒有那種 比如12倍的那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發現馬英航空空姐是會講中文的 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的航空公司 很適合我這種不會英文也不會日文的人 我現在已經成功入境日本了 我覺得它現在很方便 我都改成那種電子QR控 來跟大家分享馬英航空 我覺得馬英航空就是大家說八折航空 我覺得還不錯耶 雖然它是那種傳統航空偏廉價的航空 因為它沒有機上娛樂也沒有餐點 可是我覺得整個飛行體驗還OK 位置也還好不會太小 重點是價錢也便宜 會大概不到一萬台幣 那這樣還含那個托運行李 那我現在要買這個是特別車捲 一枚到明鐵明國屋站 它這邊有寫發車時間 我現在買好我的車票 這是中部國際機場到明國屋站的車票 我買的是快速券的位置 它上面是有座位的 那其實近站的話 我是要刷那個西瓜卡 對 那它有賣車票價位置的票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大家可以把那個車票放在這邊位置 然後插票它就直接開一個 再站 1號同枚 2號車 1號車 1號車 8號車 1號車 1號車 2號車 啊 好累喔 我剛剛翻行李搬了一大堆樓梯 日本真的很少電鋪梯 啊 好喘 我現在人位於那個榮站 就是鳴谷最熱鬧的一區 那以上就是我搭馬印航空 從台北到鳴谷的紀錄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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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